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X战警的前传 金刚狼 狼叔和自己的哥哥天生就有不凡的能力 不仅能从手臂上长出野兽般的爪子 还能永保青春 虽然是出生在19世纪 但却一直没有变老 只有砍头能让他们死亡 他们还参加了大大小小各种规模的战争 在某次杀害了自家的高阶军官后 他们被上校史崔克 招募加入变种人战队 寻找一种神奇的原石 但是村民们不愿说出原石的下落 于是变种人小队准备杀光村民 狼叔出面阻止并决定退出小队 自此之后和哥哥便再无联系 六年后的狼叔是一个伐木工 并且已经有了一个知心爱人 生活的幸福美满 某天使崔克突然找上门来 说有人在到处屠杀他曾经的变种人队友 但是狼叔并不关心这个事情 他只想和女友快乐度日 直到某天他发现女友被自己的哥哥杀害 两个人打成一团 但现在的狼叔完全不是哥哥的对手 幸好他有自愈能力 事后史崔克再次找上门来 说自己能帮助他复仇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狼叔立刻答应 而史崔克的计划 就是用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原石 指成亚德曼合金 然后注入狼叔的体内 它可以让狼叔的身体变得坚不可摧 注射的过程非常痛苦 但狼叔凭借强大的意念撑了过来 史崔克还想复制狼叔的DNA 然后消除他的记忆 把它打造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狼叔听到这句话 立马反抗逃出了实验基地 史崔克命令手下的变种人将狼叔干掉 可拥有不死之身的狼叔 怎么可能被一群小弟杀掉呢 他轻而易举的就逃离了追杀 然后在调查中得知 哥哥和史崔克其实是一伙的 他们抓大量的变种人做实验 想将他们的能力融合起来 制造一个近乎无敌的超能力战士死士 而狼叔的女友并没有死 他的死亡是史崔克设计 引狼叔入圈套的一个局 其实他是史崔克手下 拥有心灵控制能力的一个变种人 通过触碰来影响别人 现在狼叔和他之间的爱情 看起来就像个笑话 就在他们僵持不下时 哥哥出现了 他要史崔克给自己 也注射亚德曼合金 但是他的体质并不合适 如果强行注射一定会死 哥哥听完愤怒的 想要杀死狼叔的女友 狼叔立马扑上去 阻止并将其打晕 女友告诉狼叔 他没有操控狼叔爱上自己 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真的 而他会这么做 完全是因为史崔克抓了自己的妹妹 妹妹也是个变种人 能够把自己的皮肤变成钻石 狼叔听罢 跟女友一起 把妹妹和许多被监禁的变种人 救了出来 超级变种人死士 却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狼叔让变种人们赶紧离开这里 自己则和死士 打到了核反应堆上 就在狼叔命悬一线时 哥哥出现救了他 说狼叔的命只有他能去 两兄弟联手对付死士 将他的头砍掉 踢下了反应堆 事情结束后 哥哥和狼叔分道扬镳 不见踪影 狼叔则带着身受重伤的女友 准备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史崔克可没打算这样放过他 他带着亚曼德金属制成的子弹 对狼叔的头部开了几枪 虽然杀不死他 但是会让他失去记忆 狼叔中枪晕厥 这下女友也没得治了 就在史崔克想杀掉他的时候 他用超能力控制了史崔克的意念 让他一直走到双脚流血为止 狼叔醒来后彻底失去了记忆 女友也已经死亡 看着这个曾经的爱人 他没有一点印象 甚至连自己姓声名谁都不知道 而他必须在警察赶到之前 开始自己的逃亡之路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谢谢大家